疫情何时会结束 某位意大利市长一针见血地说 疫情已经缓解 病毒仍在身边 目前正是这场防疫战的中场时间 下半场的策略及布局重点 其实更重要 许多人都期待疫情逐渐控制后 可以更有效率地复苏经济 并恢复正常生活 然而更多观察家认为 世界已经回不去 我们正进入所谓的后疫情时代 因因期望回到美好往日 只会让自己更加失落 以色列历史学家 人类简史作者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 今天应对病毒做出的选择 将在往后许多年 影响我们的生活 例如旅行是否重要 面对面的商业会议 以及大众交通是否必要等 加剧的贫富差距造成富人更富 穷人更穷 失业造成的穷人问题 可能出现群体不满 造成政治和社会动荡 过多 过大 无法掌控的改变 如海啸袭来 焦虑与忧郁的人们 家暴与离婚的家庭 以及疏离且自闭的人们 仿佛随风飘荡 快要脱离树干的枝条一般 随时可能掉落 因着病毒的公平和强大 映照出许多人像是活着 但同时却不存在着 他们一心只想回到过去安全 没有改变的状态 就如存在主义之父索伦 齐克果以沉醉的车夫为比喻 车夫虽然手持缰绳 像亲自在驾驭 其实是让马匹 拉着往熟悉的路前行 45岁之后 更有意愿保护 在做某些动作时 开始伸瘾的膝盖 所以我对马拉松跑者 有了一份尊敬与怀疑 尊敬他们的毅力 却也怀疑他们如何照顾膝盖 有一种超级马拉松 要穿越南极和沙漠等 险峻地形 全程数百公里至一千公里 赛事长达数十天 2009年 心理学家埃里克·布莱默 找了15位极限运动选手 并针对他们在极限运动的过程 进行讨论 结果发现 这些人在参与极限运动时 除了身体 心灵也获得强化 比一般人拥有更强健的心灵 因为他们都离开舒适圈 与冒险直球对决 更勇敢与谦卑 丹麦心理学家 安德斯·卡加尔加德发现 面对冒险情境 能适应良好的人 通常具有勇敢 自我学习 开放程度高 与善于沟通等特质 这两个研究也印证发现 美洲大陆的探险家 哥伦布所说的 除非你有勇气 抵达看不到岸的比端 否则 你永远无法跨越海洋 2019年5月30日 德国总理梅克尔 接受哈佛大学邀请 为毕业生致辞的时候说 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一代 将决定科技 影响人类生活的方向 然而千万要提醒自己 不要被科技载质 要都问自己 选择做一件事 是因为那是对的 还是只是便宜行事 这位牧师的女儿 在世人的肯定与尊敬中 担任德国第一位 女性联邦总理近15年 她就像清醒的马车夫 驾驭德国这部马车 在世界舞台上前行 升其世上 更多的执政掌权者 也能陆续加入 清醒马车夫俱乐部 在未来的冒险旅程 携手合作 共创多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